瓦格纳佣兵团领袖普里格金 传出搭机到圣彼得豹却实事身亡 飞机追踪数据也拼凑出更多坠机细节 俄国时间周三下午6点11分 飞机追踪网站追踪到普里格金的坐机 疑似受到干扰 停止传输位置数据 但接下来8分钟还持续传输其他数据 不过就在坠机前30秒 高度数据传输停止前 飞机突然以每分钟2500公尺的速度坠落 随后数据完全消失 另外有目击者听到异常声响 CNN飞安专家把坠机目击影片放大一看 发现其中一边的记忆已经不见了 请瓦格纳的媒体指出 普里格金搭乘的飞机是遭飞弹击落 目击者也说看到一个机翼脱落 究竟是遭不明物体在半空中撞击 还是飞机结构受损 让飞机在空中就解体 俄罗斯当局说要调查 各国情报单位也积极分析坠机的真正原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